你们见过这么抠门的婆婆没 没见过 哼 老婆上 终于看见我妈要做我媳妇的 我就问一下 谁家婆婆这么欺负阿姨吧 你操了你 然后其他人就讲实着的 我妈跟你一起 那么早喊她起床干嘛 其实是我婆婆今天让我昨天喊她起床的 哎呀妈呀 你还怪好的呢 说话你对不对 其实我婆婆最近也辛苦了 前段时间我外婆住院嘛 一直都是她帮着做饭给我外婆吃的 两个孩子也是她带的 正好最近我要做小院子嘛 家里的家务什么更是她包办的 今天正好有时间带她出去放松一下 因为我婆婆对别的水果不感兴趣 就对这个柿子情有独钟 一天这么干就西哥呀 老狠呐 爸爸 这这是啥呀 今天带你去看一下 还要看一下 对呀 看这什么呀 不行 妈我你都傻好的 你这有把关呀 你这把关 把关你这有关 今天我老爸咱们来休息 就不让他带二子来 让他好好的去掉掉鱼 我们已经差不多到狮子林了 这个狮子林呢就在外婆家的旁边啊 老妈说先过来看一下外婆再过去摘 这个天是不是要下雪了 我奶现在的状态已经好多了 对比前段时间出院的话 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呀 你照顾的好嘞 医生说了还有就是养鱼段时间嘛 然后再去复查一下 看会不会有出血的状态 外婆每次看见我妈都老开心的 对呀 看见他啊 哎 其实他已经刮出来刮掉 我就毁他了 小王讨厌着 应该都不要醒你眼泪了 真的啊 因为这次外婆住院嘛 基本上都是我媳妇在服侍的 所以外婆现在只要看见人啊 都说我媳妇孝顺对她太好了 真的是见人就夸呀 现在让他们多聊一会儿 我就带下孩子 来来来来 慢点慢点 我们家二子终于会走路了 爸爸 我给你保姨的鸡目 我换 我换 换 这应该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什么 萝卜刀吧 是吧 是 这个大哥你们认识吗 这个世子林比较近啊 我们就骑着三轮车过去就好了 你找那写不毒了 干嘛呢 二子的飞 漂亮 特别的萌 特别的可爱 好啊 宝都不能进去了 等一下人家老板看见我 不会说我是个傻子吗 不会 特别的可爱的 就是这个地方了 你也拿一个 帮妈妈分担一下 老妈今天开心了 就是这种世子 我还是第一次见的 一共一百多栋五地面 这种世子你们见过没 老板说了叫牛心市 自己摘的话是五块钱一斤 乖 这里都是花鸡菜呦 说到我妈的星巴上没去了 这孩子没法的 干得我急呢 我婆婆今天真的比减甜还开心啊 如果吃到她最爱吃的柿子里 哎呀 小米啊 这样好啊 好吗 好吗 看来这个阿媳妇的爱啊 比这柿子还甜点 笑容到现在就没听过 你少摘一点 够她吃就行了 我妈跟我媳妇摘柿子 朵朵给肥牛带了 我们今天摘的这个柿子是生的 所以现在是不能吃的 我妈老难受的 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 如果你喜欢吃那种软柿子的话 就放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想吃脆的柿子 你就回家用那个温水 给它揽一下就可以了 这东西这么瘦嘴 这孩子也不挑哦 哈哈哈 不能够 我给你奶奶的啊 哈哈 你尝尝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东西你们小时候吃过没 爸爸 我里面这个柿子 柿子也喜欢你 哎呦 哎呦呦 你看这个风把我的发型都吹落了 哈哈哈 现在还注意发型的啊 哈哈哈 不知道你们小时候 有没有去托过人家的柿子 我媳妇就托过 他一只腿插人家的猪 猪磋缸里 怎么能说过 因为我们小时候穷嘛 基本上没有什么零食吃 但是一到秋天啊 这个柿子总是管宝的 因为每个村上都有嘛 小孩子成全集的就就偷起来 感觉都往里面走啊 都要迷路了 看不见阿大好几个眼睛 哎呦 轻点 这孩子还摘上影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成果了 你呢 说的结账 我拿两个 为什么 妈妈吃点不好 你能拿一个 肯定是山脚梗他卖的 哈哈哈 撑一下 看看多少斤 我们家的还真好饮啊 啥都不挑 哪个都夸你了 是不是 太丢了 不好意思了 不好意思了 多少斤啊 二十八斤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已经回来了 这个懒式的话 我们还不会 所以打算下期的话 出一期视频 请教一下大家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再见 拜拜